第四節 科學分析第三節 有人問你 你熟不熟悉《希臘神話》 熟不熟 我知道少許 知少許就夠了 就是《Odyssey》讀過少許 即是《無碼同城記》 你記得哪個天神是第一個 拿這個火給人類的嗎 忘記了 雖然是科學分析 科學分析 希臘人有這樣的說法 他說這個世界最初沒有女人 為何會有女人呢 有女人的天神是用來整股男人 為何要整股男人呢 因為有個巨人叫普羅米修斯 他拿了一些火給人類 那些人有火後就很聰明 天神說那些男人那麼聰明 我們就不行 於是想辦法怎樣整股男人 於是送了一個美女下來 那個美女叫做甚麼名字 那個美女叫做Dora Dora是甚麼意思 Dora就是希臘雲娘的禮物 那個禮物是怎樣呢 就是送了一個女人給他 其實這個禮物和這個女人的名字是一樣的 你知道女人是八卦的 天神送了禮物下來 那個盒子 那個男人就不開 那個女人很八卦就開了一個盒 Pandora 就變成Pandora 然後怎樣呢 就是原來裡面所有的病 好像一樣 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但最後一件事 他原本是想蓋起來 不過這個又是很八卦 又不蓋起來 那是甚麼呢 就叫希望 OK 那就不關霍士 但我還開場白 你又多穩困 哈哈 哈哈 但為何這是重要的 就是因為在人類的歷史中 誰是第一個生火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人類科技上的進步 是 我們是甚麼時候知道有火的呢 即是可以自己鑽木取火 我就會說 你只是回答這個問題不簡單 甚麼時候知道鑽木取火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說過中國神話裡面是垂人士 垂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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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熙士 垂人士 這個是甚麼 有巢士 是的 其實都是一種神話傳說 好像有一群人專門建一間屋 住在樹上 有一群人專門是常伯草 其實背後就隱藏了很多 這些是未解的時代 即是說這些上古事 你說不到是多久之前 我們有一個創意的印象 就是垂人士 有巢士 而復熙士是全部同一個時間出現 大家組成在一起 然後就有了這個人類文明 你說如果實際上 又沒有辦法考證到 人類甚麼時候是用火的呢 你如果問我 基本上有人類文明的時候 就已經會懂得用火 甚至沒有人類文明之前 即是原始人時代 應該都會懂得用火 你說有人類文明之後才用火 是很近的事 我講的是萬多年而已 但這個不可能 是的 其實應該更早 是吧 你說原始人會懂得用火 那麼多原始人會懂得用火呢 那就要留意 如果你說尼安德塔人滅絕 是四萬年前 四萬年前的時候 尼安德塔人未滅絕之前 就跟我們的Homo sapiens 即現代智人就會並存 按照計算應該兩邊 我們其實如果說一兩個禮拜前 都證實到的 尼安德塔人都懂得生火注釋 即是起碼你推前一點 生火注釋不只是現代智人的專利 是其他比較接近人類的原始人種都懂 所以如果你告訴我 丹尼索瓦人最後都是認識生火注釋 這樣是不驚訝的 再推前一點 有沒有一些去到現代智人 和尼安德塔人的共同祖先 也懂得去生火注釋 這你就要看考古證據 再推到多遠呢 一直以來我們不太懂得回答這個答案 甚至有人作故事 就算不懂得生火注釋 可能有些很原始的原始人 已經是到處看到山火 我記得看到故事是刺層層的 說到試過行雷閃電 是 砍棵樹 雖然是傾盆大雨 但也引起森林大火 燒死了很多 可能長遠不太大 不是 應該是故事是這樣 一砍一砍下去就砍一砍豬 砍一砍乳豬 不是乳豬 砍乳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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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覺皮很脆 他原本想吃生的乳豬 但看到也沒辦法 也要吃一下 好吃了 好吃了很多 然後旁邊問你怎樣做 我不知道 總之我懂得做 你不要吵 其實很多時是一種意外發生 但我亦覺得同時 你會說原始人類 可能你會說直立人 原始人類有足夠的智慧 去認識到這件事 將這種經驗溝通出去 才能夠將這些經驗傳承 其實要說上星期 我們好像有看節目提及 其實黑猩猩 也不要說原始人或人緣 是說黑猩猩 都懂得跟同族 去分享他們看到的有趣事和經驗 甚至要懂得跟人溝通 去展示給人看 我剛才撿到這塊東西 你覺得可以嗎 我是有的 你是沒有的 黑猩猩是用這種能力的 如果你說古人類 原始人有這種能力 不奇怪 知道哪種猛獸危險 不奇怪 知道火燒完的東西特別好吃 也不奇怪 接著便會想 怎樣去保存火 或者保存不到時 怎樣產生火 用甚麼方法 最有效地將這些火苗保存 我想由原始人時代開始 我會願意相信 但問題是去到幾原始人 我們暫時還未找到答案 但我講到這裏 這星期當然有消息 可以有微目去回答這件事 這個詞得比較小 其實比較難看 就是頂了一堆火 但後面的容宇本身 大家要留意 因為它提到 Controlled use of fire to cook food 即不是只放一把火 走到周圍燒 而是可以有效地 要去大火就大火 細火就細火 還有一件事 燒得挺熟 是啊 medium rare 即是當時吃牛扒 已經知道 究竟是幾個成熟 是最好吃的 這當然有少許開玩笑 但問題是 Control這個詞是最重要的 因為第一件事 譬如我們掌握核能 其實當時我們還未控制 我們拆了原子之間的動力 其實我們不知道裡面會是怎樣的 最初的數字也算不到 我們套用這個詞 最初我都不知道 轉了一句 為何會變成森林大火 我也不知道 燒死自己也可能 所以Control這個詞 有控制地去使用這個火 其實是很重要的 是的 我們在這宗新聞上看到 我終於給我們看到一個數字 報道應該來自 列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大學 是的 他們應該是在考古的遺址上找到 有一隻魚 我待會查一查 不知道是否是鯉魚 他便找到一個烤魚的遺跡 當然已經懂得吃這個燒魚 那些東西應該是由燒烤過的 魚剩下的一些物質 然後將那些物質 後來便被鯉了 與外界沒有接觸 便被鯉了 是 真是鯉魚 我馬上猜了 再做一個化學的dating 即是用碳14 再研究一下 由考古的技巧 去問這個遺跡 對應這件事是多少年前的事 出來的數字很驚人 是在說60萬至78萬年前 這個數字是甚麼概念 如果你說記下人類文明歷史 有一個keyword 20萬年 20萬年是發生的甚麼事 就是現代智人才剛開始出現 如果20萬年前以前 那些原始人是原始人 但原始也很原始 可能是正常站直的人 即是那些直立人 甚至是現代智人與 尼庵德塔人與丹尼索亞人的 共同祖先 應該這樣說 他是我們的祖先 但你可以說是另一個物種 他是更像一些 困惑人緣 那你會說是很恐怖的 要說到這麼誇張 當然又不是 但他應該會是一些原本 由四腳排行變成兩腳直立走 亦表現到有智慧的東西 甚至會有尾 不清楚 再看骨頭 好像是沒有的 如果看直立人 不一定代表有尾 但一個退化的尾龍骨 有些人看了真的有尾 我只是看卡通片 現在看到78萬年 這個數字 這樣說 這裏又要小心一點 如果用考股定年的技巧 這個數字 可能會否再過幾個月 有第二個研究 就否決了這個結果 我不驚訝 但如果假設這件事是對的時候 我覺得最重要的研究 貢獻價值就是 告訴我們 其實原來在說 一些很原始的原始人 跟我們的智慧水平 比我們低很多的直立人種 已經懂得有他的經驗傳承 和手勢 懂得如何控制火火的能力 即是他的手本能動 然後懂得把東西消熟來吃 甚至你可以預期 他會懂得不要燒得太焦 亦都不要燒得不夠 但會否懂得去烹調工具 甚至乎我們上個星期說 尼安德塔人 即是後來幾萬年前的人 簡直是懂得去醃食 有不同的烹調方法 有其他香料集合在一起 做幾道菜出來 有餐牌 即是未到那個地步 即是以70萬年前的人 懂得有效控制火 然後他們再精煉了幾十萬年後 到懂得做食譜 這也是一個很漫長的演化過程 是的 現在他說 因為他看回遺跡 他很肯定不是純粹是自己燒的 不是spontaneous 調教的溫度是適合煮食的 所以他們會確定有意識地做煮食 這個意思是 你不調教過 如果純粹是一個動物 撿了一條魚上來 接著又是一個大火燒了 又是一個森林大火燒了 接著可能是一隻熊癮 捕了一條魚上來 自己吃不吃走去 然後燒到焦爛爛的 那你可以從化學結構看到 它是一個焦爛的碳化了的東西 但是如果它是烹調的溫度 是一個穩定溫度 它相對有一種很獨特的結構 就是煮食 其實這些就會用回我們現在 如果那些考古學家去驗證 它要自己現在嘗試煮一條魚 敲一條魚 我想很簡單 譬如說它沒有經過控制 魚超過一塊沒有輸過 是 生熟程度不均勻 不均勻 但最重要的問題是 人如果煮食 即食物變熟了 以及不煮食 長期來說對進化有甚麼影響 如果說食物營養的人 我自己不是很專長 你的食物拋條過 它裡面的蛋白質就相對煮熟了 容易吸收 究竟那些菌會否多或少 你煮食過一定會更乾淨 但我想最重要的是 它的成分最後比較容易去吸收 是蛋白質主要嗎 是的 就是蛋白質 其實如果很簡單地看 一隻雞未煮熟 你嘗試咬開它的手 撕開它的肌肉纖維 你會發覺會比較難咬 但你煮熟後 甚至煮熟後 煮到有時骨也會煮出來 自動脫掉出來 連筋和軟骨都可以一次出來了 煮軟了 你要分裂它亦方便 其實為何分裂它方便呢 就是因為裡面的分子結構 裡面的蛋白質是比較容易去撕開 所以你手都容易撕開 整個消化系統更容易分解 去吸收它便很合理 換言之你多了蛋白質之下 對你的體格 體格 甚至有人說 腦部發展都大大的改善 這就是人類懂得煮熟一些東西 甚至用仔細的工具 去破開骨來吃骨髓 這就是多過一個原因 貢獻到令到智人的腦部發展 比其他動物更加突飛猛 好 有一個在這個論文中 我覺得很值得告訴大家 他說 吃魚是人類在智慧上 認知上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 吃魚 是的 吃了魚之後就變成了人 不是 他這樣說 Eating fish is what made us human 但你會怎樣理解 即是可以吃雞 可以吃牛牛 可以吃豬 但吃魚是不同的 為甚麼呢 裡面有Omega-3 還有有Sing 還有Aldine Aldine 即是殿 還有其他維他命 令到我們智慧大大提升 我想還有一個意義 就是你捉魚的mindset 跟你捉一隻大型動物 要考慮你會有些不同 即是你在陸地上 捕捉陸地獵物的經驗 最低技術的就是採集野果 集條菜 集植物 我們下次應該會說跟植物有關 那個就僅在這裡等你集 等你存 但如果是一隻會走的 飛琴走秀的東西 在陸地上 你可以圈養牠也好 或者捕捉牠 那個又是另一套方法 你要跑得快 落到水其實是另一回事 可能你要發展到很多工具 以及因應不同魚的魚種 你要做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技巧 即是你只是那枝叉怎樣刺下去 你明明看到在這裡 但因為光的折射原故 其實它不在這裡 你要刺上一點 刺下一點 其實是需要多一種智慧和經驗傳承 所以我會覺得那種 為何吃魚更加代表人類進入里程碑 不只是在魚的營養上 而且你知道現在的小孩不吃魚 只要是快高長大 但整個部落 即是你的文明有沒有發展一套經驗技巧 出來去捕魚或養魚 我覺得是比較複雜的事 但問題是你來陸那些部落就很吃虧 我們的廣東人 我們隨時走到街市買一條魚 但想想 如果你在甘肅買一條魚 這又是 又是為何會令他們人生命 有趣的 你做得當時的社會 你想跟別人做交換 你想吃那條魚 可能有一個比較內陸的 山區的原始人 看到你那裡有這樣的食物 覺得很棒 想嘗試 但反過來 捉上來的時候 如果你想保存得久一點 你就熟一葉 熟一熟 我覺得那種保存食物的方法 幾乎差不多時候是印浴了出來 所以你會發覺內陸 可能 如果要我猜 原始人那麼早就懂得烤魚 你說他懂不懂做一葉乾 然後去儲住 遲點吃 或者去跟別人交換 我覺得這個時序不會差太遠 如果這樣說 人們很聰明 應該是的 如果說78萬年前的原始人的社會 會是怎樣的呢 例如說他不懂得製作有效工具 但原來發現很多求生技巧 已經是跟現代人類的好相似 我不驚訝的 可能在野外求生能力的發展 已經跟我們今天去理解的差不多 但當時腦袋的容量是比我們小的 應該是 由頭骨去看 對 其實是量度的 所以整個演化過程 其中一個到現在未必解答到的問題 就是甚麼觸動我們的腦 突然間是發育 變成今天我們這麼大頭帶 即是甚麼大頭 對 頭帶有腦 頭帶有腦 OK 這次要完 下一節我們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 分享 留言 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錦祥工作室 在這附丁 還請選擇 快點 謝謝 感谢观看